接著講一講有關林鄭記者會 林鄭記者會很多時候被人感覺 在說的話不能透徹 許樹昌說確診個案跌到三、四位 而且堅持在三、四位停留 才會做傳聞檢測 接著香港政府昨天才說 我們會等它跌到某個單數字才會做傳聞檢測 但林鄭月娥似乎又不接受專家意見 他說跌到一萬位或一千位就會做 而專家意見是三個數字或四個數字 即是幾百到一千多人做 而且見到這個數字是橫行的 許樹昌說如果迅速繼續向下 是不需要做的 即是說如果疫情自己真的有了一些原因 譬如有了因為醫療干預令疫情好了 或是行政干預的疫情好了 又或者出現全民的免疫 你的疫情好了也好 凡是因為這些因素而疫情好了 疫情大幅的數字向下降 好像其他國家一樣 其實基本上就不用做 因為你做得來的那七天 其實它已經是自己在跌 做來的沒有意思 但如果說好像窗外的意思就是 如果疫情一想跌下來的時候 在某個位置 即是三四位的確診數字 即是幾百到幾千到橫行 不跌下來的話 這樣就要做 這是對的 就是說幾千個數字這樣 你是管理得到 因為你的隔離中心是夠位置的 同一時間 它橫行一段時間 你將它找出源頭 然後將它醫治好 將它隔離好 照計就可以將疫情繼續進一步 壓低 這是一個應該的做法 但是林鄭月娥在記者會 都覺得不清不楚 另一方面不清不楚的 就是政府對於一些 治療新冠疫情的藥物 都是不清不楚的 現在眾所周知 在外國已經在用密砂冬和輝瑞兩款 主要用來醫治確診阻病人的一些藥物 這藥物是貴的 那全民呢 全民呢 又不知道就是簽約的時候會不會便宜一點 全民這一藥物 每一個流流療程 五日療程 是要五千美元的 每一個療程五千美元 即是三萬多四萬港幣一個療程 那不是便宜的 但是呢 就是因為輝瑞本身和中國大陸 是簽了一個生產協議 會不會這個生產協議 是優惠到香港 和優惠到中國大陸的所有地方 是買藥物的時候呢 可以便宜一點 不需要跟市價呢 只是知道 醫管局是代表香港和輝瑞和密砂冬藥廠 是買藥物的機構 不是香港政府來的 是香港的一個醫管局 醫管局的談判裡面 結果內容是要保密的 即是說 無論現在來的數量和價錢 都是保密了 沒有人知道 市傳 即是說 不是香港傳 國際間傳聞 就是一個療程 五日的劑量 是在說三萬多四萬港幣 即是五千美元 但會不會其實在談判的時候 可以大幅壓低呢 這個我們不知道 但無論是貴與便宜也好 林鄭和記者會說香港不缺錢 所以有需要的東西 他們一定會用 現在的藥物有沒有需要呢 藥物為什麼不大幅使用呢 為什麼還有這麼多人死呢 昨天許士昌有一些講解 原來密砂冬和輝瑞這兩種藥 都對某些症狀和某些人士 是有一些被忌毀的 即是說部分人是不可以用這兩種藥的 譬如輝瑞藥 對孕婦來說 又或者是對肝有事的 或者是腎有事的 這三種人是不懂得入藥的 不懂得用的 另外就是另一方面 如果你在吃長期的藥物的話 包括膽固醇藥 原來對這個輝瑞藥 是有些反應的 即是有些反應的 即是未必是好事 所以用這個輝瑞藥的時候 就要停止服用其他長期服用藥 所以輝瑞是有它一定的限制 好了 麥瑞藥的限制 對於肝病 對於腎病的限制較少 但它對另一些有限制 例如可能對年紀有限制 對年紀有限制 對年紀很年紀 十多歲或十多歲以下 又或者70歲以上都有限制 即是說兩種藥 其實都有互補長短 它是否說全部曲改 基本上是很年紀 即是幾歲的 去到老人很老的 都未必適合 或者你有長期病患 又或者有些某些形式 它們未必是兩種都適合 但大部分情況之下 兩種藥物 要是A 要是B 都可以用藥 原來香港政府 在三月初倒了這兩種藥物之後 它有嘗試用這個藥物 在公立醫院 和指定診所都有嘗試 用這個藥物的時候 它發覺是有反狀的 部份人用了藥物之後 症狀更加嚴重了 所以要停止這藥物 而改用瑞德西偉 用傳統的瑞德西偉去治療 現在不是全部人用瑞德西偉有效的 很多老人家對瑞德西偉無效 所以現在用這兩種藥物 但另一方面 也發現 用這兩種藥物要早期用 如果你是本身已經去到嚴重的情況 才用 原來也是無效的 即是說 這藥物基本上 就要你在確診之後 就立刻要用了 而用完之後 你有機會 壓低了你的死亡和重症率 但如果你本身已經去到重症 本身已經嚴重了 才用這藥物 是遲了的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基於藥物很貴 本身的藥物一定貴 基於供應可能有限 因為這個藥物是全世界搶著的 政府不可能拿到幾十萬套回來的 如果拿到五萬套 或者拿到十萬套 那怎麼處理呢 都是有一個先後緩急先後的次序 所以香港政府應該要告訴香港市民 第一個 給香港市民定心語 第一個 就是 昨天許市昌說了 大家可以在新聞上 聽到許市昌講的詳細解釋 原來 無論瑞德西偉 無論輝瑞 或者麥砂東 P藥 或者M藥 原來分別對孕婦 對腎病 對肝病 對肝病 或者對年齡 或者長期吃藥物的人 都有一定的限制 但是這個限制之外 其實這個藥物 原來早吃 即是五天的療程 如果提早吃 其實是有幫助的 到病情惡化的時候 吃已經是幫助不大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即是說香港政府應該去找 一些高危群組 高危群組 包括他還未打疫苗 或是未打齊 或是因為他有長期病患 而未打疫苗 第二個 就是老人家 孕婦 或者是年輕的 或者是長期病患 這四零人當中 可能 四零人當中 部分人 兩者都不可以用 但是 也可能部分人 是可以用的 譬如 原來 差一多歲還可以用 如果是的話 香港政府應該給一個很充足的指引 給醫院局 醫院局應該給一些 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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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醫管局在內在4時半的紀錄會 都說到迷迷糊糊 這件事可以反映 香港政府在用藥方面 即是用治療新冠疫情的藥物方面 以及在資訊方面 還有很多迷目 希望香港政府要改善 也希望香港政府 如果可以透明一點 就告訴大家有信心 現在香港擁有多少劑量的藥 其實大家不用擔心 不是叫大家不去打針 就是如果身體本身有一定的狀況 現在在掙扎打不打針的人 可能知道還有一個藥物介入的後期 即是確診之後藥物介入的一個可能性 變相令香港人可以安定一點 當然政府會想 我這樣說的話 大家都不去打針了 我也沒有辦法買到這麼多藥物回來 如果這些有限制 應該應該與市民講一講 政府要對市民網個人講一講 真的嗎